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进去,再试好车才换水,有时又要再擦 用这个入水壶,可以试一下有没有水 要安装一个流量感觉,空气流量感觉 先试好车,这条喉可以看多不多解油器 不过现在解油多了,解油器应该会多,换了解油就更准 现在转车 基本试了两三个字都正常了,就可以重复电脑 清掉一些锅子,进了陈笔入锅子 接着就是解油渣泵,EZR都解决了,接着再煲车 现在第二次试车呢,主要试一下煲水温煲到95度 看下风扇是否熟,接着下得快不快 应该很快就下到92度,试风扇,如此类推,循环在92至95度 主要试一下散热是否正常 不一定是散热不正常的,可能车头有些问题 比如陈笔,甚至乎加勒杯屎咬住了,令到它过热,令到它热得很不正常 正常95度,几秒钟10秒内一定能降到92度 风扇,降不到就应该有问题 第二样东西就是看着,盯着4G不过转数 好像现在这样,轻微跳,因为4G陈笔是二手的 有机会是不平衡的,要试完车回来,应该会很稳定的 因为它行车的时候,行车电脑会帮你平衡4G不过 主要是盯着这两样东西,接着就煲车就是主要试这些东西 试一下基本东西,看下有没有流油那些东西 刚刚95度,开了把风扇,要真的看一下风扇是否真的热了 真的热了,把风扇没有坏,接着看着它下,下到91度90度就关了 接着就看下是否真的热了 至少这一部分没问题,可以试试其他的,例如乕踩下油 听下有没有怪声怪的问题 那些汽水走上來有些汽水困在裏面不出奇 但是應該就出來了就沒有了 如果一路有就即是沾口漏氣了 看看有沒有漏油 那些汽水先不要管它 現在我就試另一件東西就是先試陳北市榴 我們先試看 你先試看 你先試看 看到你 你先試看 你先試看 有些水蒸汽或油渣热了就蒸發出來 如果有漏油渣很高壓就看到它噴出來 現在就沒事了水都沒事了 裡面的氣困住了走出來就沒有了 接著做另一件事就是燒炭了 因為它現在可能轉完車之後很多計油 它現在都自動燒炭了 反正都是手動燒炭了 你們經常問我噴車噴煙 白煙就是燒炭正常的 但是一般都是幾分鐘而已 如果黑煙才是問題 它這樣射出來會飄起的 黑煙你會發覺它沉底的 而且整個地下都黑色的 這些白煙是合法的 黑煙才不是合法的 黑煙才是合法的 不用5分鐘便燒完 燒完後回去3分鐘左右 先停車3至5分鐘,順便檢查一下有沒有異狀 有沒有流汽油、煙燻出來 後面還在滴油渣,為什麼呢?要捐下去看看 真空泵流油 盐流汽油有漏水 逃狀 逃狀 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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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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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找到答案了,我下錯了長了少少的螺絲,所以上不實,要換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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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